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天猫精灵 的熊爱 遥空气 之前开箱很简单 我就不拍了 这里有 2A电 进入电后 在天猫精灵的APP 做添加设备 或者最简单 天猫精灵 都要有 便会找到这个 这次主要的重点不是说这些 而是 其实是怎么做遥控 这里加了 这个在这里 其实一个 红外线的遥控 就可以 加很多 不同的设备 我现在加了风扇 加了电视 你可以加上 冷气机 用来做遥控 不过有一样要注意 就是 那个遥控 跟天猫精灵 不是用WiFi连接 是用蓝牙的 所以 就 不会太远 如果 同一间房 可以的 或者在厅里可以的 但如果你在另一间房 的话 它就应该不行了 好像现在这样 我示范一次 加一个遥控器 譬如今次我加 也是加电视 这里就有 一些电视的牌子 给你选 真的很多牌子 数都数不完 如果 真正正正找不到 这里 还有一个 可以去学习的 按下去之后 学习 这里有个视频 来听 按键学习功能 按键学习功能 可将传动遥控器上的按键功能 复制到精灵鱼遥控上 复制后 可通过精灵鱼遥控直接控制电器 一按键 按键 按键 前面 按键 这个 按键 就会学习 自己 做好 分别是什么牌子 到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学习了 学习完之后 其实就是 按下来 在这个电视机里 你可以看到 有些已经是 自己原本设定了 打开电视,关闭电视 这些 都是原先 做了 至于这里 还可以加多 5个指令 5个指令,加进去的话 可以这样加 这里指令 进入 比如说 什么呢 大声一点 大 大声 大声 再来 但是记住一样东西 因为它一定要是 简体的 繁体 它就不懂 这些加了之后 就去学习 可以用遥控器 对着这个 射过加大声音的红外线 给这个学习 学习完之后 这里会多了指令 但这些指令 可以重新学习 你可以自己设定 你的牌子的遥控 红外线 可以重新学习 这里有几个电视 这里就可以设定 这个电视 是客厅 客厅 客房 煮房 煮萝卜 如果有几个电视 你可以在这里设置 如果你真的在 客厅的时候 打开客厅的电视 天猫精灵 你设置在客厅 最简单 你告诉他 天猫精灵 打开电视 他就会打开 客厅的电视 但是如果 如果向着客厅的 天猫精灵 你想打开 靠客厅的电视 电视 电视 你唯有 天猫精灵 打开 靠客厅的电视 电视 他会 打开 当然 这个 遥控器 就一定要在电视 看到的地方 因为现在靠客厅 理论上 因为南下延连接 那个距离都比较短 未必做到 这里 又告诉你 红外的遥控的电量 是不够5% 这里 又告诉你 红外线的遥控 电量 就不够5% 叫你换电 提醒你 这个也 挺好的 现在我 开个天猫精灵 示范一下 为您找到一下结果 天猫精灵 打开电视 遵命 这就为您打开电视 你看到这里 又会斩了一下 天猫精灵 打开电视 遵命 这就为您打开电视 这里斩了一斩 那么 唯一 我觉得 用了这么久 唯一不好的 就是 刚才说 我打开电视 他就答我 我帮你打开电视 但是最坏 讲完之后 才射过红外线出去 变成慢了 其实他应该 就立刻射过红外线出去 接着 告诉我 我已经打开了电视 或者帮你打开电视 就不是等于 讲完那句话 等成 一两秒 才开这个电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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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